大家好 欢迎收听政参部的节目 今次就想跟大家讲讲关于英国的话题 要知道英国在过去这段日子 除了大力地支援乌克兰之外 在这方面花了很多钱 但是仗就打了两年多 时至今天真是可谓毫无穿进 乌克兰仍未能够取得胜利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英国一向就跟着美国的外交步伐 美国的指挥棒指去哪里 英国就自然会跟着美 而去到上年的时候 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发动攻击 当然作为以色列最紧密的盟友 就是美国 亦大力地支持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侵略 而英国作为美国最为紧密的盟友 同样地英国亦大力地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战争 一打就打到 如今就来九月份了 就快打足一年 但是如今 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又如何呢 我们一直都听到 大量的消息 就传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可谓屠杀当地的巴勒斯坦人 真是心狠手辣的 而正因为以色列国防军颇为残道的进攻方式 也在国际社会上带来巨大的反弹 而这个反弹在不少国家也出现大量的支持 或者声援巴勒斯坦人的示威抗议 而且有时候这些抗议的活动更加是充满着暴力 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很自然的就是会镇压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的 对于以色列的暴行一直事而不见 反而只懂得指责俄罗斯 但是以色列所做的一切反而在西方国家眼中就好像看不到一样 不过不要紧 因为美国政府始终都很需要依赖民意的支持的 事到如今工党政府身上台无奈或多或少 工党的票员也有来自一些反战的支持者 而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很自然的就是英国工党如今也要头途暴力 据民就开始考虑推动对以色列武器销售的禁令 虽然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作为盟友如今 英国政府竟然就考虑禁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销售 那究竟有没有问过他们的大阿哥美国呢? 当这一则消息传出之后 美国的政界的反应也颇为大 有人更加认为如今英国政府根本就是出卖着我们传统盟友的利益 你怎样能推进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销售呢? 是最近一名美国的前高官 而他是曾经观拜着国家安全顾问 他的名叫做Robert O'Brien 最近他就向媒体警告了 如果英国工党政府要继续推行对以色列武器销售令的话呢? 那可能就会重重破坏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的 哇这句话呢我为深刻的体现出 你为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一句名言 基辛格曾经说过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 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 而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友呢 如今就竟然遭到美国的一些政客这样来批评 甚至乎以一个这么为严厉的口吻 这样会严重破坏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 跟着他还特别提到如果英国 真是刻意要敢做禁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销售的话 英国不单止会面临着 实去制造F-35战斗机的订单 更加可能会面临来自美国国会的制裁 以及禁运 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 如果你英国真是胆敢推进对以色列武器销售禁令的话 英国就可能也会遭到 例如美国对有关武器的销售禁令 甚至乎将F-35战斗机部分的生产从美国迁出 就不再委托英国的公司向F-35战斗机部分的零件生产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英国所付出的政治代价就实在非常大了 要知道F-35战斗机更加是以色列空军专门拿它轰炸加沙的 那为什么英国工党政府会说想推进有关对以色列武器销售禁令呢 原因就是工党政府就担心在加沙战争之中 可能发生的违反国际人道法 所以才考虑要暂停向以色列出口武器的 如今美国的政客Robert O'Brien更加顿促英国政府要尽可能 尽一切的努力在英国本土里面关闭这间国际刑事法院 以及对以色列继续进行这系列的调查 同时也指责这个机构是由英国的检察官卡里姆汉所领导的 因为他正正在考虑要不要起诉以色列的领导人 假设国际刑事法院正式要立案起诉以色列的领导人 也就是内塔利亚湖 在这样情况英国就必须要跟从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 如果英国真的要跟从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 会执行逮捕内塔利亚湖的通緝令的话 这样英国就有可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法律制裁 我就很想问什么叫做国际规则与秩序 国际规则与秩序就是美国就是规则 美国就是有秩序 其他国家你只能够听从美国的指挥大棒 这次工党真是很差 竟然逆美国的意 逆美国的意 真是不自量力了 不过我认为都很正常 因为工党政府始终算是一个新上台的政府 以前做反对党 当然就懂得声大大 什么都骂饱 如今自己做了执政党 每一个的动作都可能会遭受到非常强烈的反势 例如就好像关于对以色列武器禁运这回事 事实上就算英国推动对以色列武器禁运也好 成功也好 那其实究竟英国又能够提供得到多少军事物资呢? 根据一些公开的消息 虽然英国政府就尚未披露有关向以色列出口具体武器的数量和种类 不过我们也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资讯来做一个推测 一向以来英国政府都有向以色列出口多种的军事装备 当中包括零部件、弹药以及一些军需品 所涵盖的种类也非常广泛 但在2014至2023年期间 英国向以色列出口的军事物资总额已经达到几亿英镑 当中包括F-35战斗机的零部件、无人机系统的一些零件、火控装备等等 而且以色列在对加沙的军事行动里也使用了部分由英国采购的武器装备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英国政府也遭到一些独立的组织 例如国际特资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他们所发表的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出英国出口的军事装备 是有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被使用的 继续导致英国有可能违反人权和国际法 其实自2021年5月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在加沙的冲突 英国政府在那场冲突也面临内外的批评 更加有声音要求审查英国在武器出口的政策 尤其是特别针对以色列的军售夹 一方面英国政府又被一些人权组织所批评 同时也需要面对英国国内的一些反战声音 如今也做到例子美国的压力 而根据Robert O'Brien 也特别说过 英国政府是需要将所谓的国际刑事法院 对以色列的调查要求他们立即停止 以及要将国际刑事法院将它称本倒闭 他更加指责这个机构 根本就是在破坏西方国家的传统友谊 还有就是如果工党政府还是继续推行他们所谓的 以人权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更加可能会面临更为紧张的英美关系 甚至乎如果英国真是向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的话 无论下届政府是由贺锦丽做总统的口顶 还是特朗普做总统也好 英美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严重的裂痕 所以他也敦促英国政府 省省定定要谨慎行事 之后Robert O'Brien 也特别补充一点 F-35 是一个国际联合项目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F-35虽然技术是美国所研发的 但在生产方面包含美国不同的盟友国家 其中一个就是英国 他也特别说到F-35的这个项目不单止土耳其、英国 甚至乎其他国家是怎样的看法 以色列是会继续使用F-35的战斗机来对付加沙的 所以美国是很不愿意见到 美国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的 如果英国政府一意孤行的话 以后英国就不用再继续参与F-35战斗机的项目了 英国就会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了 接着他们也补充到 西方社会面对着来自俄罗斯和中国 这个巨大的威胁时刻 所以英国必须要认认真真地想清楚 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要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这回事 还要好好地想清楚 万一你英国真的向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的话 你们将会带来什么效果 还有就是你英国其实也很依赖 来自以色列的技术和一些高科技产品 之后他也特别强调一点 美国是绝对不会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 因为这样做的话 盟友与盟友之间就会面临一个真正的危险 可能更加会危及自己的供应链 以及美国在军售各方面的能力 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发生的话 那你英国的军工企业将来就会面临 来自美国的制裁和禁运 我想而知这个力度就非常之大了 英国它本身自己都有些军工企业的 万一这些军工企业做到来自美国的制裁和禁运的话 那你英国这些公司肯定就是遭到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如果世界没有仗打这些军工企业存在的意义还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如果是遭到美国政府所打压 你英国可以还手马是没有的 所以英国如今正正是推行一个非常危险的政策 这个不单只会撕裂了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 更加是严重损害西方联盟和北弱的 而当中Robert O'Brien 总特别强调一点 国际刑事法院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英国政府必须要将这个所谓的国际刑事法院 倒闭清盘 同时也谴责这个法院是专门针对以色列 还说这个所谓的国际刑事法院竟然向以色列领导追究责任 简直就是一个国际的笑话 面对这样的理由你英国政府没理由不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任何行动 但是如今英国的政府仍然是对此不民不民 不加干涉 简直就是背叛盟友一样的 不过去到今时今日英国的立场是怎样呢 英国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是有权对以色列以及哈马斯的领导人所提出的诉讼 而且英国已经撤回对国际刑事法院在被占领的领土内 指控以色列的行为、法律地位的任何反对声音 这个举动也就是告诉大家英国是接受国际刑事法院有权提出诉讼 至于美国 美国是一向都不承认而且极为反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更加是已经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里面工作的检察官实施个人制裁的 其实在这件事上也考验出究竟西方国家是以什么为他们的最高准则 会不会是以法治为基础呢? 还是以政治立场为最高的指导原则呢? 所以在这件事上对英国政府来说真是很棘手 一方面你又要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同时也要面临着地缘政治的压力 而最为可恨的就是更加要面对来自美国这个老大哥的压力 在面对这么大的压力 这个新上任的施己言手上能不能一一化解呢? 因为你不能不出声的而且这是实实在在的问题 你能不能够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外交上的利益 而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呢? 还有就是你能不能够牺牲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呢? 因为万一在这件事上搞得不好的话 你不单只是在外交上在政治上遭到重击 更加可能会在经济上再深深地做到打击的 所以如今在这方面也解释到为什么今届的工党政府 不会像保守党一样跟着美国的步伐和中国对着 因为如今英国实在无下兼顾那么多麻烦事 但要应付他们的老大哥已经是够头痕了 所以基辛格的名言真的说得很准 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 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 不知道英国能不能够跳出 这个命运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要跟从美国呢? 这个就好看英国领导人的智慧了 好有关英国的话题今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 我们下注辑 在我们下注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